大家好,我是吳仔 唱衰的小女兒 爆黑歷史 你還是人 如果大家覺得他沒有資格做人的老爸 請大家給他like支持我們的廣播 衰 格 還要說到 後悔生你出來 嘩 你有得選 他有得選 有得選也不想做你的子女 可伯老實說 這麼噁心 現在誰噁心?你噁心 儲起噁心的女人 搞到投家散 你自己搞 可伯真是搞不定 像薛家宴那些好言相勸 跟他說 真是愛你,不用一定結婚 這些是反派 說什麼明星 為自己聲譽 嘩 好心說句 旁人都變成這樣 垃圾 河馬還加把口 他當然是混蛋 真是 一不知所為 自己女 喂 有些女人騙錢的走過來 當然是把錢收起來 都是 何家遺產 何家的家產 可伯 竟然說 這個 小孩是反派 還要說他小時候 做幾壞幾壞幾壞的事 別人小時候 離家出走什麼 離家出走 很多人都離家出走過 你這樣說這些 無謂 對 遺產的 最難聽的 那句話 你作為人回家 或者他做會為了 人生女 最難聽的話 是不是 早知道不會生你 你 Associate I love Em 你真的是很討厭 你當人家做的老母 又怎樣說 恭喜五仔 Hello 大家好 我今天呢 想從一個小女的角度 去看這個 臨老入花蟲的 坎白 她說了一句話 早知道落了她 有什麼感受 我首先想說 可白呢 說得出這句話的 她是一個不尊重女人的人 一個主動會叫自己老婆落兒子的男人 除了非不得已的原因 唐氏綜合症 或者是套唇 那樣那樣 腦癱 這些原因要落兒子 要那個女人落兒子 或者那個女人有癌症 她還要堅持生了出來 但是生了出來有風險 要說保大還是保小的時候 才會勸於自己的太太 去落了那個BB去 她一點都不尊重 走了那個何太 她的亡妻 不尊重亡妻 對子女來說 已經是一個傷害 更何況呢 還要說要落了她 那 這句話呢 就等於 比那句 生夠叉燒好過生理 不知道大家有沒有這樣的感覺 如果我是小女的話 我真的覺得 我遷走了你那450萬 我是完全正確的 因為 原來媽媽一早已經猜到 爸爸是一個老淫蟲 來的 是會娶田房 是會 再重婚的 重婚還要找個心術不正 心地不好的女人 她的名字叫 河馬 我覺得這個女兒 其實叫做 要是有先見之明 要是錯有錯著 可能她也曾經懷疑過 自己調走這450萬 到底是 對還是錯呢 會不會是 會令到爸爸 和 五兄弟姐妹 大家的關係 越來越差呢 但是呢 事情發展到這一步 甚至懷疑 她 她 簡直是道德倫梢 道德倫梢 道德倫梢 懷疑 取了一個 拍過AV的 河馬 去 去 不斷地攻擊那五兄弟姐妹 攻擊完 就攻擊亡妻 而 那個爸爸好像 沒有用腦想事的 他用下半身想事的 一想就是想 寧願下了個小女兒 你在說什麼 你知道嗎 我跟你說 你小女兒 掉了450萬 叫辣椒 如果你 排第四那個 排第四那個 做一模一樣的事情 你又說下了她 是不是這樣說 無論你生了多少個子女 你都說 早知道下了她 外出見到你 要裝不懂 當作沒有生過你們 哇 很難聽啊 這些說話 如果作為子女的話 有個這樣的爸爸 我也之前說過 什麼叫撿到喊三聲 其實真的是命來的 你們的誕生 不要懷疑 其實是成就 你爸爸的真面目揭發 你 亡妻 人走 都走了 你拿她出來 數已經夠過分了 你現在還要說 寧願 叫亡妻 下了個小女兒去 你 有沒有人性啊 坦白 你現在是不是有性 就沒有人性了 如果一個 河馬之亂 可以搞到你 頭架散 收收 現在好像豆腐 這樣 豆腐 搖散了 散了 你想黏起來 黏不起來 已經爛了 你真的不搶在身 多腳去說 寧願下了個小女兒去 你到底有沒有人性 如果你是 一個正常人 會不會這樣 去說 喂 這些口同鼻咬的東西 你喜歡怎麼說就怎麼說 現在亡妻不走就走了 是不是 他不走都走了 你現在說 要全部下了 全部下了 那五個都可以的 是啊 你說你不止 你可以說 亡妻不止 飛麻將去困你 你可以說 手指是亡妻斬的 你也可以說 是亡妻有第三者 你什麼都可以說的 現在死無對職 難道七月十四 真的要 找個蜜米舖蜜米上來 去研究一下 現在在地府的亡妻 對你 到底深不深淡 不止你深淡 五兄弟姐妹都深淡 你喜歡一個人 你不需要去犧牲你自己的滴親骨肉 你也討好他的 你醒一下 你七十六歲的了 人家說老人家 家有一寶如有一老 家有一老如有一寶 是啊 但是你呢 你是什麼寶啊 你是充電寶啊 你現在 就是不斷擦 擦別人的手機 擦慶了 是不是 連舊的那部機 都要丟起來 說型號太夠了 是不是這樣說 其實可白你真的很有問題 你怎麼做人家老爸 我做小女兒的心聲 老爸去到這樣 說到這些話呢 真是沒有彎轉 你知道嗎 我知道你不自在 你都不打算轉彎 你打算一心討好河馬 但是你可不可以 不在犧牲子女 和亡妻 利用他們 消費他們的大前提 來去捍衛你的愛情呢 捍衛你現在所謂的愛情呢 你要捍衛沒有問題啊 為什麼要拉人下水呢 連啊 陳生陳太 周生周太 不知道什麼太 總之就是 都要拿出來說 說別人給我半個球 你摸一下 你有沒有搞錯啊 你真的什麼都說得出來的 還是你似著自己年紀大 為老不尊 老人痴呆啊 有什麼事賴老人痴呆啊 賴白卡啊 賴抑鬱啊 賴這樣那樣呢 你作為一個 應該啊 在家裡啊 再扮演一個智者的角色啊 正所謂啊 家有一老 如有一寶 那你應該是一個智者的角色呢 去捍衛你自己 兩頭家都應該要做得到的 是不是啊 一個聰明的男人 應該是可以處理到兩頭家的 因為你老婆是死了 不是分開了 那你是可以有兩頭家的 沒有人會牽涉你老年的黃昏戀自由 但是可不可以不要犧牲人呢 是的 犧牲你一頭家 其實呢 小孩子才做選擇的 大人是兩個都要的 如果你聰明的話 你應該是五兄弟姊妹 網妻 精節牌坊 立好 然後 河馬都好 這樣去做 你現在不是的 你一邊倒的 樹倒湖酸散 你這樣去對你自己的 親生的兄弟姊妹們 喂 河馬還沒跟你生的 她說的 她畫了個大餅給你 說想跟你生 畫了個大餅給你 說想懷孕 她只是對你畫大餅 她不是真心真意的 她就當她是真心真意 那她是不是還沒生 你說功勞 你舊的家 五兄弟姊妹 這些就是你的戰績 就是你的功勞 和和陸陸 一起去旅行 一起打卡 你的妻子 即使已經過了生 你對她還是 留有一絲體念 給她一些體念 那這些就是好的 現在就不是 老人變壞 是壞人變老 已經被人感覺 你是一個壞人 你由始至終都是一個壞人 你都不是一個好的爸爸 一個這麼容易轉軚 為了討好心歡 去到搞散自己 原先和和陸陸的一頭家 搞到自己450萬的利息 都沒得分 天天天夜夜心心念念 前妻和她五兄弟姊妹 打拼下來的財產 像有些東西 你當老爸的 你有沒有覺得你是一個 老爸的身份 我覺得你不是 你好像小孩子 你以為你是周八通嗎? 但你做事要負責任 我們做人都要上課 老師都要教我們做一個負責任的孩子 難道老人家就不需要負責任了嗎? 如果何馬這一刻你這樣做 我都叫情有可原 何馬還未懷孕 何馬還未生 如果他和你生三個都輸 他三個都輸 他三個五個才回暈 才可以和你亡妻平起平座 他現在一個都沒有和你生 他還留下一個遊艇仔給你 現在有疑似 小時候有些姊妹透露 給錢 他就拍咸片 雖然不知道是真還是假 但是 這件事 老婆不說 是不是你也應該要問 無論她說謊還是真話 你也是應該要問 還是你們現在內控著 不知道說什麼版本出去示眾 告訴大家 你身邊的這個 是一個 現淺眼開的女人 誠苦極深 從小時候出來已經是壞了 的時候 你 你不用去交代嗎? 你們現在是不是在內控著 所以你們還沒有標準的 模特答案 還是你已經上了一條拆船 你不能回頭 所以你只可以不斷地詆毀你以前的 以前的了 因為斷絕了關係 所以叫過去式 雖然有血緣 有些人跟他有血緣關係 絕對是一種報應 可能五兄弟姐妹輪迴 前世不知道做錯了什麼事 今生今世才由你一粒精子 游到他媽媽的卵子裡 結合而生 你知不知道他們受苦嗎? 你知不知道他們擁有你這個老爸 是羞愧不如 加上這段時間出的所謂的咸片 你們不回應 你們不回應就是什麼? 默認 是不是等於默認 是不是 但是你落狐居那些 你又這麼快回應 陳先生陳太太 周先生周太太說的那些 你還可以說到 你請了別人 報紙檔的老婆 一起吃飯 吃了一年 吃了幾萬元 你當別人的老公死嗎? 你現在是不是說 你曾經要跟他 對呀 不用說得對的 其實那時候 我也有同一個念頭 你肯定是想跟別人 這個伯伯 別人的老婆也貪的 那貪你這個河馬又有什麼所謂 就是 他的本性盡老 唯一可以說的就是 你做一個子女 我現在以小女的角度裡面看 我跟你說 如果我跟你和好的話 我對不起我媽 對不起我親生老母 是啊 你這個人已經不是我老爸了 因為你想過下了我 是不是? 卑鄙無恥 賤格 下流 就是你現在新的那個河太 河馬的 被人灌的稱呼 你抱著他過世 你看看他跟你生幾個 最好還是生五個 如果河太太可以跟你生五個子女 你先拿回來跟亡妻比較 麻煩 不要一個都沒有在這裡打飛機 是的 如果我是小女的話 我不會再認這個老爸了 這個老爸拜拜 是的 我出去認其他人做乾爹 都不會認你的 九五兄弟姊妹又怎麼想 哇 你連妹妹都這樣 這樣說她 這樣欺負她 你是不是搞錯 因為那個是妹妹 是的 嘆心的心肝 老年得女 但是你居然 因為四百五十萬 提早了 就搬遷了 這個行為 或者是你這個小女 不肯雙簽 給你四百五十萬 連息都不給你 你就說寧願下了她 不如你想想 如果你身邊沒有河馬這個女人的時候 你小女兒會不會這樣對你 痴作俑者 是你擁有一個河馬 如果你不是跟河馬走一堆 痴痴呆呆坐一台 一起去攻擊你五兄弟姊妹的話 你頭家怎麼會散 如果河馬沒有出現 你頭家怎麼會散 最過分的是什麼 報紙檔的老闆娘拿高的肚皮 讓她摸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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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摸 還要作故事 你知道嗎 你越是這樣的 越沒有人相信你 你在這個社會裡 你的誠信已經破產了 我有一個誠信破產的爸爸 但不單是對外 對內 對自己的家庭都是一樣 所以 撿到喊三聲 就是 我作為 她小女兒的角度看 我對這個爸爸的看法 今天的廣播到這裡 多謝大家 記得點贊 按一下小鈴鐺 訂閱我的頻道 多謝大家 拜拜